电脑罗拉车在我们正常的车坟当中 有时候可能偶尔会有遇到底线卡住了 怎么踩他不走 或者就是说 底线卡住了 有时候他在机器能踩得动 机器他在走 过不上底线 这个时候我们首先 首先把料子拿下来 把料子拿下来 然后我们再把缩传盖打开 把这里面的线给他清理干净 清理干净 然后我们再拔下这个角控 拔下这个角控 角控拿下来之后 注意刹车 我们现在要把机器给他掀起来 刹车给他刹住 然后把机器给他掀起来 机器掀起来之后 我们首先检查一下这个离合片 这个离合片 首先检查一下 我们正常他这里三个螺丝孔 三颗螺丝孔会对住这个半圆 对着这个半圆 那我们问题 正常问题就出在这里 有 很有可能就是说 这个离合器 它已经错位了 离合器已经错位了 如果离合器已经错位 我们首先用一个三离 三离的扳手 插住离合器这一边 右手搬这个轮子 右手搬这个轮子 左手拿着 左手拿到这里 然后 把离合片 这两个就是说 这一个螺丝孔 跟这一个半圆的 我们给它搬回来 给它搬回来 再看一下 因为我们三个 三个螺丝孔是对准三个这个半圆的 这样子就是正确的 我们给它搬回来 然后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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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